好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洗手吃饭 今儿我可不能洗手 这只手太珍贵了 快点啊 别躺沙发上了 这只手太珍贵了 这只手太珍贵了 给他吃饭 我脱了 我脱了 脱下 我脱饭的 好吃 我脱饭的 怎么一敲短信和电话都没有啊 下次就不知道谁打给他的 喂 他点货了吗 都几点了你还点货 咱们家就这么点货还有什么好点的呀 叶尔明我告诉你啊 你是不是就打牌去了 你要是再敢打一次牌 你就别让进这家门 下次谢谢你今天给我的创客贴 真的很意外 其实我也不总看少女们 下次考试我会加油考进前十的 你千万别觉得我不思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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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换了手机号码 怎么还能接到我呢 我现在要接到这样的短信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 是来自华夏律师事务所的夏匡正律师 欢迎夏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法律常识 那么夏律师 我们栏目呢 收到了很多观众的留言 是关于犯罪行业人很难获得 法律援助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啊 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来探讨一下 首先请您来说一下 您是怎么看待 目前法律援助的一个现状的 我是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 对法律援助这个词有些误解 法律援助实际上是一项辅助贫弱 保障社会若是群体合法权益的公益事业 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诸咒为虐 游戏暂停 我希望能够认识 我记得也不认识 这样的结果 你不能却认识 你不认识 他能却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你会认识 你不认识 他不认识 如果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忘记的